当这只小狗第四次被送回收容所时,工作人员感到困惑,难以相信这么年轻可爱的小狗竟然找不到永远的家。 但后来他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凯蒂的日子如此糟糕,她低头看着自己所有麻烦的源头,一只小可爱的小狗,安静地坐在她的怀里,埃拉刚刚被第四个主人送回收容所。 两周前,这位女士离开收容所时笑容满面,带着埃拉回到她的新家,她的现任主人一见钟情于这只小狗,并在那天带着埃拉回家。 然而,她回来时已经完全变了,在过去的两周里,埃拉变得难以应付。 凯蒂难以相信这么小的一只小狗会如此麻烦,但这位女士带来了照片和视频,展示了这只小狗的破坏力。 起初,埃拉似乎是一只绝对的天使,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,每当她的主人不注意时,似乎有什么东西降临到她身上,埃拉会从狗门跑出去。 几个小时都不会回来,当她后来被找到时,通常会在垃圾箱附近,到处找食物,而不是回家吃饭。 这种情况发生了多次,直到这位女士决定永久锁住她在家里。 然而,如果她知道后果,她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方式。 照片显示,碎裂的瓷器和玻璃散落在台面和地板上,以及被划伤的地板。 当这位女士回家看到这个混乱时,她开始警告这只小狗,结果被咬了,受够了,不愿意再处理这种情况。 她决定把小狗送回收容所,并承诺再也不从收容所领养动物。 然而,凯蒂仍然很难相信这位女士说的任何话,她在收容所做义工已经有几个月了。 而,碎拉似乎并不像那位女士所说的那样,她有点安静,不像收容所里的其他狗那样吵闹,但从未给工作人员任何麻烦,她总是健康,镇定,吃得好。 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着活跃,尽管如此,凯蒂的心还是为碎拉而痛苦。 她已经在家中享受了两周的温暖,然后又被赶了出来。 当凯蒂把碎拉送回她的笼子时,小狗立刻就睡着了,似乎也因为一天的事件而感到疲惫。 凯蒂凝视着小狗想了一会儿,想着她所经历的一切,她感到悲伤。 因为碎拉在如此年幼的时候已经经历了多个家庭,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又回到了原点。 这一次,她几乎不可能再找到另一个家,可能会在收容所待上很长时间。 更糟糕的是,碎拉可能会被安排无痛离世,以腾出更多空间给新来的小狗。 无论那位女士说了什么,凯蒂下定决心认为,碎拉应该得到第二次机会。 她将证明,碎拉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能理解她需求的人。 第二天,凯蒂开始成为碎拉的寄养家庭的过程。 一周后,她第一次带碎拉回家。 她的孩子和丈夫对有一只小狗可以玩耍感到非常兴奋,并且愿意做出一些调整,让碎拉在他们家里生活。 为了预防万一,凯蒂决定在宠物门上安装一个锁,以防止碎拉逃跑。 这是她第一次从收容所带回宠物,但凯蒂却额外努力,把家里装满了宠物玩具,以便小狗更容易适应她的新生活方式。 然而,似乎并没有奏效。 每当孩子们想和她玩耍时,碎拉总是退缩,退回她的狗舍。 凯蒂认为她可能是害羞,需要更多的时间,并建议她的孩子们让小狗独处,等待她自己过来。 然而,那一天从未到来,碎拉远离了家人,只有在她想吃东西时才出来。 她有时会在凯蒂的孩子或她丈夫靠近时发出咆哮,并且只在凯蒂附近时保持镇定的外表。 她的行为在一周过去后似乎变得更糟糕了,凯蒂已经不知所措了。 她曾发誓不会成为第五个把碎拉送回收容所的人,其他知情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对她的善举赞扬有加。 她也是个热爱动物的人,相信应该给予宠物爱和关怀,他们应该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才能茁壮成长。 想到再次带着小狗回来面对他们,她感到很糟糕。 但她的耐心正在消磨殆尽,她已经非常焦虑,她努力继续支持这只小狗,希望能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行为,激励她继续前进。 她向有小狗的朋友求助,询问如何处理哀拉,但他们没有提供有用的建议,因为他们从未听说过或经历过这样的情况。 一天早晨,这位忙碌的妈妈正在厨房给孩子们做早餐。 她丈夫早早地就去开会了,她想确保孩子们在出门参加周末活动前能吃饱。 当她工作时,她的小女儿在客厅里玩耍,靠近小狗,而她的儿子则在自己的房间看书,她时刻关注着埃拉和她的女儿,确保他们都完全安全。 然而,其中一位邻居过来和她交谈,凯蒂不得不暂时离开厨房,她没想到会有什么问题,但几分钟后,她听到了女儿的尖叫声,她立刻冲进房间,惊恐地看着女儿坐在地板上哭泣,握着她的手。 当她妈妈离开房间时,小女孩对小狗产生了好奇心,小狗正在吃东西,没有对女孩做出任何举动,而女孩靠近她,看到埃拉没有像上次那样表现得那么具有攻击性。 女孩伸出手去抚摸小狗,结果被咬了一口,在她有机会之前,凯蒂几乎要哭了,但她知道现在不是崩溃的时候,她打电话给她的妈妈照看她的大儿子。 匆忙带着年幼的女儿去了医院,在那里,护士们让她停止恐慌,医生被请来查看她女儿的伤势,咬伤很严重,但幸运的是,小狗没有狂犬病或其他感染,否则情况可能会更严重。 当她看着女儿接受治疗时,凯蒂无法摆脱消极的情绪,这一切都是因为她,她应该留在房间里照看女儿,或者更好的是,当她离开房间时把女孩带走,更重要的是,她应该听从自己的直觉。 如果她几天前就像她想要的那样把小狗送回去,这一切就不会发生,她等待女儿出院,一旦凯蒂把女儿放在床上。 她就抓起小狗直奔收容所,工作人员对见到她感到惊讶,因为那是她的休息日,他们对凯蒂明显地恼怒感到困惑,她崩溃了,告诉他们她女儿发生了什么事,她也承认了她仍然对把小狗送回去感到内疚,即使她心里知道这样做是正确的。 工作人员商量后,要求她回家照顾女儿,而他们会照顾艾拉,这种情况给凯蒂带来了情绪上的压力,她休了几天假来整理自己的思绪,这段休息时间让凯蒂有时间专注于女儿,但她无法停止思考艾拉。 在某种程度上,她觉得自己辜负了这只小狗,并给她的创伤增加了更多的负担,在收容所倾诉心事也让她有更多时间理性地思考这种情况。 她对这只狗的历史了解不多,这让她感到惊讶,尽管知道艾拉已经被送回四次,但她很快意识到,没有其他收容所的工作人员曾谈论过这件事,也没有人想过为什么她每次都遇到。 同样的问题,艾拉总是被送回她的狗舍,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,然后再次被分配出去,当别人对她感兴趣时,凯蒂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深思,直到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浮现在她脑海中,当她回到动物收容所时,凯蒂立即要求看艾拉的档案,收容所为所有受照顾的狗保留了一份实体档案,每当狗生病或出现类似情况时, 这总是非常方便,她被带到了文件柜前,开始搜索艾拉的档案。幸运的是,找到她的档案并不困难,通常档案都很薄,因为他们在收容所待的时间不长,或者没有那么多问题。 然而,艾拉是个例外,她的档案很厚,堆满了她的健康记录和过去主人的投诉,凯蒂坐下来开始认真地阅读文件,她的眼睛因为新发现的信息而瞪大,她感到悲伤。 因为艾拉竟然有这么负面的声誉,艾拉的第三个主人曾愿意收养她和一只老狗,希望这两只狗能相互陪伴并相处融洽。 但这并没有发生,艾拉坚持要做一切人的老大,几乎从不听从主人的话,每当有机会时总是会逃跑。 当他们找不到她时,艾拉会从垃圾箱里潜水回来,身上弥漫着异味,她经常和更老实的老狗打架。 而且,每当她感到恼怒时,还会打碎盘子和玻璃,第二个主人则更努力地与艾拉相处,并将她留在了自己的家中,她带她参加了寄宿和训练课程,最后将她留在了家中。 然而,这对艾拉几乎没有什么影响,他们家庭的氛围是正确的,但艾拉证明对他们来说是太大的挑战,他们无法应对。 艾拉与她的第二个家庭待的时间最长,但当他们觉得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后,她很快就被送回了。 凯蒂亲自打电话给主人确认他们的故事,这让她更加好奇地想要了解艾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 最终,她联系了艾拉的原主人,渴望听听她对这只小狗以及为什么她把她送回的看法。 她悲伤地解释说,她在艾拉还很年轻时就把她带走了,年龄太小了,并且把这只狗与她亲近的其他兄弟姐妹分开了,与爱人的突然失去让小狗感到悲伤和内向。 然而,她的主人从未注意到,她相信艾拉会自然而然地克服这一切,并适应她的新环境。 然而,作为第一次养狗的主人,她对照顾幼犬并不了解。 而且在照顾艾拉时经常犯错误,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,几乎没有时间陪伴艾拉。 她在家时与其他狗和人的互动很少,与小狗的互动也有限,因为她经常因为工作而感到疲惫。 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或出去和朋友们一起玩。 从三到十六周龄是狗非常重要的成长阶段。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,为狗的行为表现和平衡奠定了基础。 它们需要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社会化,重要的是让它们接触到各种类型的人,不同的声音,表面和心经验。 介绍它们给其他狗,也有助于它们在其他动物周围的活泼。 如果小狗在这个阶段没有得到适当的社会化,它们可能会成长为攻击性,害羞甚至恐惧的狗。 主人承认,它正处于生活中没有时间照顾狗或者根本没有宠物的阶段。 当它意识到小狗开始出现行为问题时,它感到恐慌。 它决定把艾拉带到动物收容所,希望工作人员能找到方法纠正它的行为。 以免为时已晚,当凯蒂放下电话时,它感到一阵同情涌上心头。 这只小狗的行为是它所经历的环境和情况的结果。 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。 收容所里没有人去调查这一点,它并不怪罪它们。 因为收容所每天都有更多的狗和其他动物出入,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专门照顾一个动物。 拿着这些新信息,它找到了它的上级,请求让艾拉得到特别关照。 凯蒂告诉了它发现的情况,以及在艾拉年纪变大之前找到解决方案的紧迫性。 收容所与艾拉的原主人保持联系,并联系了一位新的教练。 计划是让这只小狗参加为期六周的集中培训和寄宿计划,旨在纠正它的行为问题,然后再次进行领养。 然而,收容所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付艾拉参加该计划所需的七千美元费用。 但凯蒂已经走了太远,不愿放弃。 她在自己的脸书社交媒体页面上发布了一篇帖子,向公众寻求帮助。 她还花时间与同事们制作海报,在街上分发给陌生人,请求他们联系收容所。 尽管凯蒂尽了最大的努力,但她仍然心存疑虑,她不确定人们会如何接受艾拉的故事,或者是否能够聚集足够的资源,给予艾拉所需的治疗。 然而,她的帖子却迅速走红,收到了数百条评论,人们纷纷联系收容所,询问更多的捐款方式。 一个星期后,艾拉得以参加了该计划,感谢众多人士的捐款。 他们希望这只小狗能得到所需的帮助,找到永久的家。 凯蒂从未间断地每天检查小狗的情况,并热切地追踪她的进展。 她对艾拉变化的方式感到惊讶,每一周都有些许不同。 她的进步虽然缓慢,但显然有所不同。 当人类触摸她时,艾拉仍然有些犹豫,但并没有躲避。 她没有当被触摸时变得攻击性。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她似乎更享受了。 当凯蒂出现时,她变得开心起来,总是兴奋地吠觉。 但她在其他收容所工作人员中仍然保持着羞怯,并花时间与他们亲近。 凯蒂定期在社交媒体上上传艾拉的进展视频。 作为感谢那些帮助小狗得到她所需要的帮助的人们的方式,当计划结束时,凯蒂和其他工作人员继续确保艾拉不会复发到她过去的行为。 她经常被带出去散步,去公园与其他人和狗在一起。 她还参加了一项幼犬课程,作为一个有趣的方式来培养她的社交技能。 在得到帮助的过程中,艾拉逐渐在三个月内康复了。 她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小狗,展示出了她长期隐藏的快乐一面。 看到她取得的进步,收容所决定再次将她送上领养名单。 这一次,任何愿意领养她的人都会被告知她的完整历史,并提供工具确保艾拉会继续成长为一个平衡发展的狗狗。 收容所还将要求定期跟进,直到他们确信艾拉已经适应了她的新家。 后来,艾拉被一个离收容所不太远的家庭领养。 他们鼓励凯蒂尽可能多地去看望小狗,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。 看到艾拉爱上了她的新家庭,让凯蒂充满了喜悦,不多的动物有五次机会找到他们永远的家。 她永远不会后悔为艾拉抓住机会,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